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时也获得了五次世界锦标赛的团体个人冠军 赵欣欣也是刚刚晋升为的最年轻的相机特技大师 88年出生 多次获得了全国少年赛的冠军 在07年获得了全国相机个人赛的冠军 应该说一老一小的对阵这番其实还非常有趣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咱们这个季2007年全国相机个人锦标赛的时候 这场冠军决赛之后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在去年个人赛呢 也就是在去年在内蒙组搞的这个杯赛这个当中呢 也就是个人锦标赛当中呢 赵欣欣呢最终呢战胜了这个旅琴 他也是在快级赛当中呢战胜了旅琴呢 获得了这个个人赛的这个冠军 当然这个赛事有点区别 好 我们来看看这盘旗 洪方选择先挺骑兵 但是次序也差不多 他是先挺的骑兵 他拱骑足 他马尔进三 他马尔进三 鞠九平八 马尔进七 这方跳中吗 这呢形成了一个比较常见的中炮横距 对平红马 三项的这么一个定势 那在去年这个个人赛这个伊太杯的这个 最后的角色当中呢 这个规则呢最大的区别就是 他们两个人慢棋呢下场了和棋 和棋也需要加赛 然后加赛快棋呢是由吕勋呢直空先走 但是这盘棋呢吕勋呢必须要胜 赵欣欣呢时间的比较少 那么赵欣欣只要合了呢就可以夺得这个冠军 那么最终呢吕勋呢是进攻的过程当中呢 也没有能够撼动黑方的防御 最终呢赵欣欣呢是呢取得了这个胜利 也取得了他个人赛呢 第一个这个全国型的这个冠军 从而竞胜了特大 那吕勋呢应该说对赵欣欣呢也有所了解 应该说也比较重视 在这盘棋当中呢他采用的是平边套的 横须新路马 上一次跟赵欣欣交锋的快棋呢是用的 急进国车急进中兵 对急进中兵 但是下法不一样 这盘棋毕竟是慢棋嘛 所以感觉也不太一样 红方接下来走兵五棋 这个看上去呢都是比较正常的走法 黑方呢一般这个时候呢总是走区一平二 这是比较多 但这个赵欣欣呢他确实这个招法呢与众不同 特别意外就我们怎么都没想到 他这时候下了一个很奇怪的下法 对他走了一个G8级 这后来呢有的这个爱好者呢就问我 说的是不是最近这个电脑啊软件非常厉害 说是赵欣欣用软件特别厉害 这些招法都像软件的招 说就像这个这个棋子这软件 后来我觉得呢这可能跟软件还没什么太大联系 因为这个G8级这个棋呢 应该说软件也不会这么算 肯定正常的软件呢它有多种呢 这个肯定是算G1平二 因为转啊出动大子 这个GB呢G9平八G8级一 这个效率呢肯定要低一点 那至于赵欣欣用软件水平如何 他用不用这个不得而知了 这个属于技术秘密 他到底什么程度 喜欢用什么配置 什么品牌的软件 这个咱们也说不太好 但是这招的棋呢 以我的个人的感觉来看呢 跟软件丝毫没有关系 他呢这种构思的主要是想求战 并且准备G8平四 如果你G1平六的话 他G8平六 他将来要抢占这个兵线 我觉得他这个招吧 你就从后面的这个招法看 他还是有他的思想在里面呢 不是说这种凭空的乱走了 但是这招棋值不值得推荐呢 我觉得呢大家还得拭目以待 继续往下看 这得通过实战来检验 我们好像去 他先捉了一下 他先G1平四 他没理 然后黑方呢 这个时候他走了一个G平二 其实黑方走G8平一 再下这个G平二 也没什么大意义了 当然G平二也没有什么作用 红帮G4近五 那么红帮也比较看重 这边的这个 红帮呢就说的 他G平二始终没有出 一直都没走 他出了呢 可能怕将来黑方有炮 平三这些手段 那他这个G呢 拐了一个弯以后呢 还进到兵线 我觉得旅青呢处理的还是不错 对 针对黑方 这个G平二 挺有针对性 有一点弱点的情况下呢 他采取这种 下的比较有针对性 那么接下来黑方走 马七 你要是不走的话 这边就压住了 是啊 这下橘子平二 这个橘子平二呢 应该说有一点问题 这是全局当中啊 我认为红帮 失去先手的最主要的因素 那你觉得这时候走什么会比较 等于什么呢 这个旗啊 等于红帮这个局啊 我们看啊 绕了一圈 特别像那左马盘河的旗 对 他这个马肯定要蹬了 因为你捉着他马呢 他马不能 左马盘河那个旗是 过过去在这儿 你捉一下蹬你来再回来 所以左马盘河呢 我就看这个旗谱 就看到这的时候呢 有一个什么样的旗呢 我就突然想起来 这个左马盘河 我们正常来看 我们把这个次序 重新打一下 这左马盘河 这个是左马盘河的架子 红帮走 G2进6 黑方马7进6 红帮马8进7 黑方向3进5 红帮8进9 这不是一个正型吗 红帮G9进8 黑方G9进8 红帮也G9进8 黑方走 炮了进4 红帮走并5进1 然后这个时候呢 黑方走足趋进1 红帮正好有一个退局 捉 你如果一拱呢 他可能有并帮金 但是这个旗呢 黑方是一般走 炮了进6的多 走炮了进4的 红帮就G2平4了 先捉 对 是这个图形最多 如果走进中 红帮走并帮金 然后你出出 他退局捉炮 你一拱 他并帮金 换你这个马 将来盘马 红帮主动 我们看的这个图形呢 这个是一个红帮呢 比较有利的 或者说占据主动的 这个图形 那我们现在 再还原回来看 这个还原回来看 我们大家一看 这个部署差的 变成了 变成这个G 在家里边没出来 那这个马也 这个马还登进来了 然后这个G还长一长 这个G还长了一步 等于黑方呢 礼拜里 多登了一个兵 多长了一个G 红帮还少了一个G 108 这个礼拜里啊 红帮这个差的有点多了 这个旅心啊 这个棋走得 有点过于执着了 就是差迂回了 这个G绕了一大圈了 这个部署上 犯了兵家大计了 就是重复招法过多了 所以说红帮这个G4平2 绝对是一个坏棋 当然旅心也有可能 在这个地方呢 没有多动脑筋去想 认为理所当然的 一桌反正把你拉住了 不走的话 他可能觉得这个 旅心一是个先手 红帮这个棋呢 应该走并去出 因为这个点击兵线嘛 这个节奏是对的 对 你如果拱 我正好再加 马上拥 这个将来我会打僵 这个棋呢 也不怕你冲 你冲我正好坐 应该说红帮这个棋呢 还可以保持先行之力 如果这么走呢 还是一盘 比较正常的战斗 那么也对黑方这巨八棋 提出真正的挑战 对 因为你这儿也要处理 要不然就冲 对啊 这个兵很厉害的 你要是足取棋 我也是巨子平二捉你 对 这个棋 看上去的红帮 还是可以的 那这个巨子平二 一走 这棋 我一看 这个棋 亏先了感觉 红帮我们再来看 输入部署 刚才我们用了一个 左马帆河的 推演的方法 但实际上 红帮的部署 也是亏了很多 我们看 一步两步 三步四步 五步六步 再看拘 七八等于八步起 实际上这个拘是两步 对 两步的效率 不管它走了几步 三四 亏了两千 对 其实我们这个点 部数的时候 不管它是怎么走过来的 我们只看它直接的部数 是怎么来的 有兽的招法 两步 就是两步它可以走到这 就算它两步 两步拘 两步拘 三步炮 四五六 六五马 七八九 我们刚才查红帮走 黑方走了八步 黑方走了九步 那现在就是这个 等于黑方呢 等于这边还有一个拘 那这个拘也算它一步 九步到十步吧 应该是九步到十步 九步半吧 七八算 但后来还等于是 有一定作用 对 因为 在这肯定不行 这炮丢了 在这呢 它没有后来的动作 对 所以这个拘 我们还是有 算它两步 多算一步 等于黑方反了 反先往这个拘 等于吕青这儿一绕 就一下子把这个线绕 给绕丢了 那后来黑方出现了 神奇的招法呢 也正是由于 红方这个拘 绕的太远 可以的太多了 那它走了一马三进五 马三进五 那么黑方怎么出现 神奇的招法呢 黑方这时候就闪身了 你看起来 拖着这个无根拘炮 黑方突然不理了 对于红方的这个牵制 这个直接就闪身了 气炮了 这个骑赵青青走得很大胆 对 走得也很泼辣 那我觉得也可能就是 也是赵青青一个大局官的判断 就是说在部署上 我已经战先了 我争先要再争事 就准备气子得事了 对 这个吕老师可能也是 在布局阶段显得有点大意 对 稀里糊涂的就把这个先手呢 拱手相送了 那么现在就靠 注意黑方这个 把这种强烈的反击的时候 很强烈 黑方就走得很 非常 凶狠 他先在吃这个之前 有一个动作 他先炮 他就是这样下的 怎么比卡 这个马不能丢 丢了以后也是亏 丢了以后等于你少兵 以后中兵也要丢 被迫 回撤 黑方 一压 然后这个时候 破队给他打下去 对 那你看这马 确实不好逃了 黑方 拱二拳三 让一下 红方再马三退五 这个骑红方挺痛苦 这马怎么办 这个马没有路 回到底线 回到底线 就是丢了像 一个是砍像 再也有可能 黑方可能不砍像 就是说也是 拱马的 拱七足 就是黑方呢 就是这个意思 把你马按回来以后呢 将来灯中足 一拱七足 全控制住了 这是黑方的 比较简单的走法 对 那红方 马七退五 也怕这个灯足 这个挂脚更不好防 我们就应该有后 这些后续 我们就看出来 黑方这个 G8平四闪 这个 是成立的 确实是挺漂亮的 红方马三退五 实战 黑方也是 马七退五了 那肯定是这样下 这边挂脚 杀旗 嗯 红方就二平四守住 那么黑方就足气领域了 冲 确实挺难下的 嗯 红方又下这个 他 就 我这个时候 我以为他会走过这个 可能也没什么用 但 他主要没有 这个棋 红方很痛苦 就是全排没走 大家看 这个棋 这个叫多子 失先飞上侧 红方虽然吃了一个子 吃了一个大子 具体的就是说多了一个炮 对 那问题就是说 黑方本身多两个族 而且位置特别好 就是 这种棋 红方这个窝心码啊 这个礼拜里又差至少两千 你看这个棋 等于黑方一直有棋下 比如捕士 收雷鞠 过冰什么 都有的下 那红方就满盘 不知道走什么 他山岛的冰酒鞠 对 这个棋确实太难受了 然后捕了一尸 他又压了一招鞠 保持着中向的牵制 黑方区断平址 那么黑方出 这个时候呢 红方走的 就是巨子第三 巨子第三牵制 这巨子第三走出来以后呢 这个局面 应该说 马上呢 不太好 这个恶化 这个形势啊 就基本之下 就是红方就几乎没有 招架之功了 没有反抗的之后 那红方呢 这个棋呢 就是 牵炮的这思路 还是可以的 但应该在牵炮之前 首先应该打一下 对 应该先 炮平均应该可以打一下 这儿黑方 飞个边下 然后再去这边 这个与实战的结果差太远了 因为黑方再卡的时候呢 红方就可以 他直接打了 退炮打 嗯 黑方如果再退局呢 无论你退到哪儿吧 红方将来还可以泡巴飞 对 反正用这个弹子炮去防御 反正总之呢 这个棋呢 就是 结果 反正也是受攻 但是 坚守的可能 对 结果要比 那儿好了很多 好了许多 所以这个炮平坂啊 我们可以参照 后来的这个 可以跟后面 那个局面对比 就是红方必须要走 这招棋 因为先手 摆脱了以后呢 黑方将来就没有出将 这个手段了 这个棋啊 就差这么一招棋 那么确实呢 从这个 对局的结果来看呢 这个吕老师呢 确实状态呢 并不是很好 我们来比较一下 后面这个局情 他先下的这个 那么黑方再走 那也成就了赵新鑫 这种凶悍的这个 炮平坂 这时候黑方就多了 一个出将 我刚才炮平坂的时候 黑方不硬了 这个当初棋 走得很凶 这是 这个偷杀 他等于有一个 G4精英杀棋 你马再踩回来的话 他就 马尔金4直接挂脚杀了 挂脚 所以这边等于是 解拔还杀 你知道 一打他上将 对 上将呢 这个子力更不好守了 对 所以这个棋 红方呢 非常痛苦 没办法了 这个棋 可以说黑方呢 反过来说他呢 赵新抓住 这个战局的机会啊 这个能力也非常强 是这样 看到有机可撑的时候呢 绝对把握的 非常的 准确 那红方为了 避免这个杀招 没办法 他只能这个 泡泡天 泡泡天 用炮来守这个敌势 那接下来呢 黑方 这个像一直 那也不敢打了 还有下G4平2 黑方又是 接着出桥手 那么G4平2 还是这边 马尔金4交杀 赵新走的也很老练 如果先马尔金4呢 他将来要退居 什么的 对 他这边有 他先把你这个位置 控制住 然后呢 保留这个 这个点刚好是马脚 你又回不开手 那红方只能去飞向 你看这旗也怪 这马也出不去 这个没有子可以动 只能飞向 马尔金4的话 它G3平路 白痴 马尔金4直接跳死 对 马尔金6直接跳死 金六金4都不行 那为了这个点 防止 对 你只能飞向 就是没有第二种选择 飞着向 对 黑方我才冲 阻止移 反正看着你炮 现在不是防着挂脚吗 我就冲下来 对 红方这个防御啊 捉进箭肘 对 因为你出去捉 它最起码又阻止移 对 你捉没意义 那红方逃 逃跑 嗯 黑方继续 对 冲 这个得理不饶人哈 反正你去个马尔 没地方跳 跳了我就挂死你 所以就是 也没办法 对啊 还挡住这个点 嗯 红方没办法 又把向回来 又回来了 用这个炮去守 然后呢 黑方继续平足 把这炮呢 活活捉死 这一段呢 确实赵欣欣呢 走得很紧凑 下得非常好 这一段 红方呢根本就来不及 没骑下啊 整个这个骑 像你说的 早拆一招炮 这个结果就完全不一样 早拆一招炮 就是红方呢 你自己回旋一滴大 尽管被动一些 但是这个回旋的余计很大 回旋一滴大 你起码还能找个机会 补像 也会回马什么的 你还能找个机会 这二终于红方呢 确实这个 看着人家 边临这个崩溃的这个边缘 我们再来回忆 就是说 黑方这个闪鞠之后 等于是一个连串的手段 那红方都没有什么招架之力 错失了这个炮瓶三 先打了机会 红方很无奈啊 最后这个鞠 起鞠了 你没办法 对 没办法 你不气也不行 那黑方就 打掉 那么等于红方 在逆境当中 被迫 又把这个紫气回去了 黑方现在兵中有力 并且多两个竹 他还不遇不饶 还走 哎呦 我觉得他挺过分的 这个红方确实无奈 挺过分的 红方 浸泡 那么黑方走到这呢 应该说就是 轻松领啊 对 一马平穿了这个气 等于就是时间问题 把紫力推进就行了 黑方有多种做法都可以占油 黑方走得比较简洁 对 它平足 我们是 浩斯平齐打的 浩斯平齐 因为本来呢 平局也行 扫兵也行 它是简单 特别老的 它就一吃冰 因为这个旗就是你换了炮 也肯定是黑方 这个大胆优势 就不可动摇的 他往里面打掉 打掉 他把这个炮吃掉 就等于现在呢 是平子 但红方的位置比较差 太差了 这个边局位置也不舒展 这个双马也登不出去 而且人家这个兵 又已经靠近帅府了 这个大宗兵 就在这剩的 对 守不住了 那么我们看最后几周期 它走了一个这个 黑方先进降 这样 马七斤六一跳 就在这样一桌 下来黑方 黑方就直接这个边 左六斤 这个叫江之马 已经 红方马五斤死 黑方再居二层死 最后一路棋 走到这呢 红方就主动人负 因为这个棋呢 也没法往下坚持了 对 坦了像就是绝杀 红方马四斤六的话 黑方可以直接吃相 当然黑方马三斤四呢 也是胜命啊 就吃相的话呢 红方都杀不过黑方 叫一江 一走 进一江 黑方可以送马 这儿红方知识呢 黑方直接就 砍 砍死了 红方这个马也 没有地方可以抽 这个棋顺便也说一下 它这个地方 你要是先吃的话 你这个码在这儿吧 是这样的吗 对啊 就说你要是先吃相的话 它刚好还有一个 马四退马 有一个退马 很巧 有这么一招棋 可以补一个 也无所谓 嗯 问题也不大 对 就说这个棋 黑方呢 怎么下怎么有理 先走这个 直接就 就二层死更好 直接就完了 对 因为他下不吃理下呢 挡不住了 对 走到这儿 红方也是主动呢 推升热火 是 那好 这盘呢 这盘的队局呢 就大家介绍到这里 那么下面一盘 请呢我们 接下来呢 我们将欣赏的队局呢 是这个 陶汉明对阵徐云川 他们两位退大师呢 在最后的 也就是本届 五阳杯比赛的 决赛当中呢 这个相遇的 分身复的这个场景 我们还是先看一下 两位棋手的 具体的战况 陶汉明 来自黑龙江 棋队的这个特技大师 他在 1960年出生 1994年呢 获得了 个人赛的冠军 也使他胜名鹤起 2002年呢 获得了个人赛的亚军 那么徐云川 也是我们 大家比较熟悉的 相机特技大师 75年出生 那也先后五次获得了 全国相机个人 锦标赛的冠军 多次获得这个国内 中国内外重大 杯赛的冠军 还曾经获得过 这个世界锦标赛 团体个人 包括亚洲锦标赛 这样一些 还有市内运动会的 这样的一些 包括个比赛的冠军 郭里平他说的 这个市内运动会呢 也是在这个去年呢 这个就是亚洲的 跟这个亚运会呢 基本上是平级的 这么一个重大的赛事 就是亚洲市内运动会 就是一些市内项目的 体育的 中文运动会 那么也有幸的 这个相机呢 成为了其中的一个项目 那当时代表 中国队的这个选串呢 也是斩获了 慢棋的这个冠军 那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他们两个人的 最终的这个对局 郭汉明以中炮开局 那这盘棋呢 是在双方慢棋一合的情况下 加塞的一盘棋 这不知道五阳碑呢 用的什么赛制 因为这个也不得而知 对 因为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相关的这些资料 反正我看到最后的 三盘棋的对局记录呢 都是陶尔明直攻棋 这巡传 应该是这个 正常进入这种 单淘汰 单淘汰阶段的比赛 应该是先后手 都是临场抽出来的 那至于他们是怎么来分配 这个用时的 我们现在不得而知 那陶尔明呢 是在这个 小组赛当中呢 顺利的晋级 他在最后一轮当中 战胜了右华 对 晋级成功 并且在半决赛当中呢 战胜了赵新� 取得了决赛的这个资格 那许云川呢 最终是战胜了赵欧荣 也是取得了决赛的这个资格 取得了决赛的这个资格 那许云川呢 最终是战胜了赵欧荣 也是取得了决赛的这个资格 他们两个人呢 在决赛当中的会师 第一盘棋慢棋呢 是陶汉明的直红棋先走的 双方呢 走得比较快 以这个中炮过河鞠呢 对平鲁马 平鲍对鞠 好我们这边摆清一边说 这个情况 马二进三 第二进六 第一盘棋呢 他们两个也是这么下 下成了这个局面 然后马八进七 许云川呢 走的是十四进五 然后 陶汉明呢 走得马七进六 这个呢 走法呢 就是 要求这个棋局呢 比较平稳 立于把握 那陶汉明看到许云川的实力 也比较强大 他在先手当中呢 也慢棋当中呢 也并没有走出这种 冒险的走法 特别刻意去求变 稳中求胜 那么结果呢 黑方就在这里抓 这个就是比较熟悉的套路 一平 一冲 这个大家呢 可能也比较熟悉 我们给大家以前曾经介绍过 如果有印象的话 这个棋呢 就是大体军事 黑方呢 虽然稍亏一点 但是呢 非常的稳胀 但是因为子力也很这个开扬 所以并可以取得这个满意的局面 那就说 从双方的心态上来 来看呢 许云川呢 就是后手棋呢 也并没有急于 求攻 而在慢棋当中呢 先稳住阵脚 陶尔明呢 显得呢 稍微有一点 确切 就是说在慢棋当中呢 并没有敢于 与许云川呢 他在决战 而且他选择了快级 对 这应该说是棋手的一种策略 对 很多时候这种淘汰下的时候 棋手都愿意把这个 比赛拖入这种快级的较量 但是总体上来看呢 许云川在心理上呢 还是有一定的优势 毕竟 如果许云川开先对阵陶尔明的话 肯定在慢棋当中 我想许云川会 下得更积极一些 那现在呢 慢棋呢 下河了 两盘快棋呢 第一盘棋呢 双方也打成了平局 也是走的这个布局 无独有偶 那在第三盘棋当中呢 红方呢 依然是选择了这个布局 那黑方走拘尽电章 第二盘棋呢 双方已经经过了 这个较量 红方走泡二平九 黑方走拘尼平六 就是黑方走拘尽一呢 本身是一个求变的走法 就是力争呢 把局势复杂化 那么看来许云川呢 就是很有自信 他在直后手的情况下呢 依然采取了这种 比较强硬的这个对策 或者说呢 从某种角度上来看呢 他也怕 这个陶小明呢 在五九炮这些 就骑里边呢 有一些什么飞刀 在慢骑当中没用 他怕他在快骑当中 会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 骑手会把前面自己 就是说有一些准备的战术 隐藏起来 然后在关键时刻 或者说 这个双方用时 比较紧张的时候 突然寄出这种飞刀来 因为 会让对手 搓手不及 这个招法呢 没有百分之百的 这个成功的气数 任何一招骑 都不是说的战无不胜的 应该说 许云川呢 在质谋上 还是在策略上呢 都是对自己提出了 非常高的要求 我觉得有的时候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就是说 谁求变在先 尤其在跨期当中 可能谁的这种主动权 或者说 更便于自己掌握 这种走法呢 黑方也比较冒险 但是呢 也同样呢 富有这个战绩 对 因为黑方以后 可能就要主攻黑方的 从骑上我们来分析吧 要打死骑 他过骑以后 准备把这个骑打死 炮九瓶七 如果红方走骑九瓶八呢 他就打死骑 你吃炮 他打骑 以后呢 就是打出来 对红方的右翼 实在压力 这个骑就是说 红方骑九瓶八呢 这一骑的换二呢 并不划算 所以红方 两骑骑呢 两骑快骑 都是采用的 骑三腿一吃掉 那黑方同样 都是先炮凭 把这个炮避开 因为红方 G三名码跟G九码 都是先手 黑方想先 把炮让开以后 看红方这个 怎么表态 之后再选择呢 对策 那在第一个 快骑当中呢 红方就是采用的 G九进一 我们先把第一个快骑 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黑方走G六进一 一地带牢 红方走马七进一 这部跳马 可能走得稍微的 随手了一些 让黑方比较顺利的呢 形成了反击之势 一打 他G三平八 红方炮一进四 一打 红方G九平六 黑方又炮一平七 一打 红方向三进一 黑方G六平四 牵住 一拉住 这个棋呢 作为红方来讲呢 这个先手呢 就看不到 少两个兵不说呢 这个棋 黑方满意 拉住这个红方比较痛苦 红方被迫 把这个G让开 黑方把马吃掉 红方在捉马 捉双 当然淘楼明的这个战术意识也比较敏润 因为你再不走的话 这个牵制很难解 对 这个比较顺利的解开了 黑方一饱 红方一吃 然后黑方一联想 这个棋呢 应该说 黑方返先了 但是后来呢 淘楼明呢 走得还是比较 比较顽强 紧凑 没给对方呢 更多的机会 尽管棋局落入下风呢 对 凭借着比较深厚的功力呢 最终呢 取得了这个合棋 那这盘棋 赛后以后呢 淘楼明呢 跟徐川两位特级大师呢 仍然是 再不顾阵 这个阵势呢 一个劲的较量 双方呢 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对 就是大家都觉得 比如说 唐安明可能觉得 前面处理的不好 这盘棋 我就换一种下法 那么徐川也可能觉得 我上一盘棋有机会 那这盘棋呢 我们再来一次试试 所以说 这个棋 大家下的都非常自信 那这盘棋 他就没有先下这个 居酒精一 居酒精一呢 总体来看呢 这招其实可行的 偏重于这个攻守兼备 本局呢 红旁直接走 居酒精八 这个也就是说 最终分球胜负的 这盘棋 陶安明也是率先变招 刚才也说了 就是谁先变招 可能谁心里就更舒服一点 刚才这个横拘 是徐川强先选择的 那么陶安明 比较上一盘而言 改变了这个策略 这个比赛有的时候 不仅是 棋艺技术的这种交锋 也很多是心理战 这到底哪点好呢 可能 还要跟你后边的招 能配合上 包括有的时候 我觉得还受一些 神明影响 就是临场的时候 棋手那种表情 或者是那个 整棋的姿态 对 那种 那种气势 都会影响到 对手的心情 对 特别是快棋 你要是慢棋呢 就双方时间呢 有更多的思考时间呢 你啊 再有气势汹汹 也不行 对 你得招上跟上 对 但是快棋呢 双方一个是以往 这个互相的这种 了解 感觉 比如说我 对着你过来平 我跟你以往的 比如江说很多次 胜负怎么样啊 以往这个 我什么地方占了便宜 我什么地方老吃亏啊 老败在你的旗下啊 对 这个呢 形成了一种障碍 一种情节 对 所以说 在这种快棋 特别单淘汰 这种教练当中呢 更比的也很多是心理啊 那徐云川应该说 跟陶安明两位特大呢 以往的教练当中 肯定是徐云川胜 比较多 徐云川赢的比较多 我们说在心理上 占有优势 徐云川赢的这个 最大的这个比赛 赢陶安明应该就是 那个BGM的 有一年的那个挑战赛 他们分贯纳军的时候 就是那个 因为奖金规格比较高 所以 奖金差了很多 对对对 就是大家影响程度都很大 就是效应也很轰动 是一个四盘旗的较量 那么我想 这个对徐云川的信心 肯定也是有提升的 那徐云川呢 现在呢 在这种强烈的资金的 驱水下呢 他也不再补了 他直接就抓紧 挥区过河 当然 惯有资金还不行 还得有招 徐云川对这个证实 肯定也是 肯定是很了解的 对 有所研究 很像炮酒精一 红方呢 一看 黑方暂时保住了 他就想 先稳住正脚 我记得以前 好像有人像过 这个G6精一这样保 还是炮酒精一比较安全 比较安全 因为他这个G6精一比较 他比较呆 就是说你这个马 展不开 他炮酒精一呢 他是灵活的 这个马有 这个闪击的机会 是啊 还是有所差别 那么红方下得很稳 他这个时候 本来也可以考虑啊 量居啊 他没走 他你吃屏幕 在马去金六 对 他没走 这个棋反正 走得也比较飘逸 双方呢 这个阵型啊 也都有一些弱点 那样可能 直接马去金六以后 会有这种棋和桌 红方泡足料 再吃 红方我觉得拆泡不稳 这个阵型 应该也没有什么大问题 黑方走 但是 足舞级 足舞级 对 黑方这段旗下的 我觉得 很强硬 很强 对 又同时呢 又透出这个灵气 以后呢 这种思路就是 我可能盘中马 补中炮了 两个马 相当盘 那么红方等于这个 居绕来绕去 不停的避让 那相反自己的右翼 压力就会显得比较 这个棋呢 红方这个炮瓶又啊 还是稍微有一点软 嗯 就说的 这种策略呢 事先稳 但是正所谓呢 你想稳的 稳不住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嗯 他不跟你稳的 这个机会 就是 如果不走炮瓶 就是不也可能 考虑居酒进一 嗯 就还是居酒瓶八 居酒瓶八 这个 这个棋呢 就是黑方呢 应该说走到这 他比较满力的 下定凶的 对 那么后来这个赛 赛前呢 这个郭立平突然 跟我这个聊起来 他说 是不是 可以 红的可以走马七线六 对 因为我也没太看清楚 我觉得 可能有这种手段吧 马七线六 可能也是当今局面下 比较好的一个招 就是说 他的道理就是 你马三线五的时候 你就换掉了 是先手吗 我是有个灯 但是应该说呢 要不走 可能就灯进来 黑方也是比较满意 比如说马三线五 你灯他 他居住进二 你要是马五进七 你也 他可以抛一瓶三打掉 他马三线五 走这个 就是说你灯嘛 按照我们比较通俗的意义吧 他居住进二 就是说 你这个马呢 这边还显得有点单薄 但是应该走马七线六 显得更舒展一点 或者对黑方 它拓展起攻势呢 给他增加很多的难度 如果你坐鞋 跑鞋进去打一下 对 这边有一打 以后再 可能让开 我就冲掉了 就是这个鞋 我应该也没有这种打 可能这种走法呢 可能是要好一些 这可能也不怕他强过 嗯 跑鞋进去可能 还有一个走法 就黑方有 我们跑鞋进去打 往那边跑鞋进去打过来 跑鞋进去打将 就说 这还有一打 你这还要小心 他如果居住平八的话 他也跑鞋进去打中将 这感觉也是黑到几乎多 对 就是说他这有个 有这边 打 你居 你不打这个 他一打将 他先手拱你 也是肯定黑得好 打将 我回来吃 你先手拱 对 我打一将吃了 你说谁 那应该黑得好 黑得好 红的这个孤炮 这个炮还有可能被抓死 那可能也是 黑方好像 他有一打 就是说 看上去感觉红的虚点 但是这个马其妙 倒可以考虑的一种头发 嗯 那实战当中 补了一个事 先补一手 嗯 补事呢 应该说是 当前的局面精神呢 不是特别符合 就是那这样等于 给了黑方这个 从容的这个盘活 自己的子力的时间 对 黑方其实足足以一呢 就是看着许军川这种 咄咄逼人的这种态势 对 本来黑方也可以先盘一个嘛 对 这可以这样一下 他走得很凶 就是说的 不仅招上有力量 而且气势上呢 也显示出了 挺逼人的 独独逼人这种态势 但是陶宛明呢 这招棋又没有处理好 马上这个棋 他这招走了一个 居酒瓶 他对这个没有理 其实这个棋 无论如何还是 应该 这个兵太大 反正我 红方你怎么走 我先把你吃掉 对 黑方有没有棋 就是让他那个 攻起来看 也不能说 我们看着就是 马三进五 肯定是 肯定是这样 红方区可以退两个 这个棋局呢 红方 还是有一些机会 我觉得他可能 还是担心 他就是这样下 然后我进六的话 是不是红的可以 马七进八呢 就是 升往上跳 你再跳个马 他再 我就会抛手 抛六腿一手吧 抛六腿一 因为将来 也可以聚酒精宝炮 聚酒精宝炮 反正这里边 还有复杂的战斗 我想快骑当中啊 红方也有机会 这个棋 黑方没有十足的把握 并不是 那么这个中兵也很大 不是说 这种棋呢 并不是完全压倒的优势 对 这个棋 不是说你这中族 一冲上来杀的 红方都碎了 根本就不是这样的棋 对 红方这个棋 还应该把它吃掉 所以这个棋 特别是快棋 不应该吃掉 就是你行不行 以后那个招上再见 是吧 从棋杆上来讲 还应该吃掉 你这个棋这样 有点 他出局 等于让黑方这个族呢 轻易的 放下来了 白白的冲过来了 这个族挺大的 这还是 亏损比较大 对 那黑方马三进 一架 黑方这个中族呢 过来以后 盘马 这个子力呢 配合的也比较 协调 红方这个棋 比较吃力 如果红方 他先马七进五架 如果红方这个棋呢 要是G八 退三的话 退四 黑方这个棋 可以足五平六 我这样下了 因为你要是 平这 他不是有冰五斤吗 这儿红方 好像还能 冰五斤也是吃了 吃了拱了 也是黑方好 那他足五平四 他不是 就是你在拱的时候 他下足 当然愿意吃 我也可以吃掉 就是说也是黑方呢 比较好 所以红方呢 其实挺难受的 他选的是G八退一 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应该冲了算了 就行不行 就应该吃掉 行不行再说了 就不能说这样 太委屈了 因为这种快棋的比赛呢 特别又是关于到 这个五阳杯最终 这个冠亚军 今年水属 这个呢 确实呢 双方七手呢 就心理压力都比较大 是 一个有奖金的差别 这么多的还是容易 容易嘛 因为这个寻川 又是本土棋手 对 那么 这个我看这个 这个说到这个五阳杯啊 就不得不说 这个阳城晚报 对 五阳杯呢 也是一直呢 由阳城晚报呢 承办 多少年以来呢 都是承办 最早这个五阳杯呢 是由这个 阳城晚报发起 包括这个中央 中央相机协会 也比较支持 早期呢 还可口可乐呢 也曾给这个五阳杯 呢 赞助过一年 那后来呢 就是由 这个慧仁东先生 这个长期 这个支持 这个 呃 五阳杯 也是 象棋界的 一座呢 这个高峰啊 一座 很多棋手都想参与 甚至 懒得五阳杯的 这么高峰 因为这个五阳杯的 门卡确实很高 然后呢 本届比赛呢 与其呢 非常遗憾的呢 这个出局了 没有进入决赛 没有进入决赛 那么阳城网报的记者呢 也是写呢 看看寻川是不是能够啊 捍卫阳城的这种荣誉 把五阳杯的留在五阳城 也就是在广州 那所以说呢 这个五阳杯呢 确实呢 也是牵动了这个 全国棋界 全国棋迷的心 特别是 阳城啊 广州 广东 那个棋迷的心 他们也非常盼望着 这个广东队呢 能把五阳杯呢 留下来 这也形成了一些的 地狱的 这个棋迷的这个情节 所以说许云川呢 也好 旅群也好 他们参加五阳杯呢 既有压力呢 也有很多的这个动力 特别有 有东道主的 当时那个台底下坐的 都是他们的这个粉丝 那肯定是 比较有底气 那下到这儿 黑方冲下来 冲 这个局势异常被动 这个地方也是 红方有这么一个 要对的这个桥手 尽管红方有这个桥手 但是毕竟这个族留下了 对 但整体上来看呢 黑方过这个族啊 实在太大 对对 而且黑方的籽 非常的糊 对 所以说这个棋呢 给许云川拿着 这个确实陶民呢 凶多吉少 对 所以在前面 这一段的处理上呢 这个陶民呢 在这个布局上 可能 研究的还不是很深化 有欠这个到位 就觉得 其中还是有 不足的地方 特别是这种快棋 你要是研究的 不到位的话 没有那么多时间 可能这个五阳碑啊 最早这个快棋的 据说还是用包包制的 从这个对局 最后结果上来看 可能没有采用包包式 也有采用加秒式 但是 按照我们的想象 可能是黑方的 时间用的更多一些 红方时间可能要少一点 要不然的话 陶民不能连续 蔡德这个 鲜首 对 那最终呢 红方走马七斤六 去腰队 那黑方欣然接受 黑方也下得挺简明的 因为多了一个过河族之后 这个局势已经明显占优了 所以他也没有过多的纠缠 比如说考虑这种 跳进来 他也没有占下 比较简洁 嗯 黑方走了一个 居六斤四桌 居六斤四来捉炮 尽管他力大险味 但是红方来不及 这个局势平等 正好红方 一蹬出去的时候 等于多吃一个 就这个炮 这个一吃一吃一踩一吃 等于黑方拐吃一子 对红方 这个炮呢 又没有好位置 所以必须得逃 感觉还应该走 炮的精英好一点 比实战的 结果要好一点 或者尖二吧 我觉得 总是要 反正就是 当然这逃明呢 他时间走的是近四 近到这个次底线 近四的意图呢 也是我要借着先手杀 这个杀完了之后 把码压就好 如果你出码 我可能就四遍成底 他也看到黑方 这个中码要跳出来 就想这个炮 通过一个 运作呢 成了底炮 对 也是给黑方压力 因为这个骑马 一出来之后 这个底线 有双距炮配合 这个黑方的防守力量 也比较薄弱 那黑方呢 看到 这个棋局啊 水到渠成了 那这个时候 我想可能就比算度了 就大家对这个棋局的判断 就红方这个瓶 边在沉底炮 到底有多大的攻击力 那么也是双方的一个判断 对 许云川呢 一言介绍这个挑战 对 他还是接受了 尽把一蹬 红方只能炮了很久 嗯 他先去阻止瓶三 一瓶 先把这个局 下的次序还挺好的 他是拱局先手 对 那红方只能 前进 那么这也是一个先手 这个棋其实我觉得 应该有点棋 就是这边一沉 我们再往下看 红方G8平6 他G8平6 先地主 以后就有这个沉 你补市 我再沉局 再点局 这样的连续的手段 所以G8平6 也是一个绝对先手 黑方走 马416 跳进来 嗯 这个棋啊 也很奇特 走了 二十余回合了 嗯 黑方一个视像都没走 对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奇特的 这个棋 而且这个四场大开的 就觉得这个前面 一般来讲呢 黑方呢 就是说 无论是黑方还是红方 尤其是后手方 尤其是直黑的这个后手方 总是视像要补 你知道吧 那看来这个 徐云川的真是乘出在胸 对 这个确实是这个 门链敞得很开 由这诸葛亮 唱着控冲剂似的 嗯 那现在这个跳进来之后呢 他没走 这个时候 泡酒精叫沙 没有 没有 他先走的这个 如果走的话 可能就跳一江 顺势一补以后 泪人还要打江 嗯 先补市也可以 嗯 他先走的这个 他 他可能觉得这个 徐云川的那个 草马还是比较厉害 草马太厉害了 然后先推炮一手 那推炮一手呢 等于是这个马就丢了 但是徐云川也没有 着急吃 吃有一点问题 主要是 嗯 吃了以后呢 他主要怕红方这个 假如我们看哈 他吃掉 连续的动作 可能 沉底炮 沉底 知识 这得不是了 然后呢 这个红方就接着 沉 沉底居 嗯 那只能再飞向 那我就再走 在卡尔路 在卡尔路 可能还是有点齐 这个旗呢 黑方怕 没有把握 嗯 如果你出将 他打一将 跑去退一 对 我们来看看 这些旗 打一将 这个也是基本功 对 就双鞠 炮 怎么去阻杀 嗯 但是也可以考虑 用鞠吃 鞠吃 你上将 他再把这个底层 再把底层吃 你说这么一吃 这是两种杀法 根据你的需要吧 因为要抽紫啊 你要上将 然后他拿鞠再吃 但是这个旗 恰皇 可能黑方不胖 黑方有一个对鞠 还是吃了比较好 对鞠 他吃了也行 这还是抽回来 嗯 直接就吃回来 嗯 吃回来 把狮子得回来了 下部旗 反正盯这个鞠了屏股 嗯 这个旗 反正黑方也挺麻烦 那么还有 这个杀法呢 这是炮打一将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也很厉害 炮打一将也挺厉害的 上将 再准备 这准备抽撤 如果你下降的话 这个其实根据需要啊 一般是 鞠弯 对 很厉害 鞠的卡式 嗯 还有呢 这个炮打 嗯 根据需要 炮打也很厉害 这个 根据这个局面的 不一样 对 就是说 虹方有这种 有多种 战术组合 嗯 这种突破的手段 所以说 下到这儿的时候 这个黑方也觉着 这种齐不把劳啊 就是也犯不着这么下 就是已经优势了 这个局呢 可能具备 相机大师水程的人 就基本都知道这些啊 甚至一些 业余好手 都知道这个 大致突破的 这种几乎手段 嗯 对 那么在此 啰嗦几句呢 就是说 让我们广大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啊 更了解一些 这个战术组合的 这个构思 跟这种子力的利用 嗯 那寻川呢 就说居安思危 他并没有急于去吃这个子 因为黑方整个形势 已经战事了 啊 这七手他有一种明智 就是说 这个棋其实是个后手 就红方这个地方 永远是个后手 黑方呢 就说 我已经取得很多的优势了 嗯 我不要贪恋一时的吃子 对 我要把握全局最终的胜利 啊 这个棋手呢 都会有这么一个明智的 这种抉择 嗯 所以在他出现危险的情况下呢 他并不急于呢 去吃子 甚至现在是安全的时候呢 就所谓这个居安思危 嗯 他把这个未来的这个危险呢 他提前化解 他先不会收拾 现在黑方终于 这反患于未然啊 以后这个避免了 炮雪精英的先手 那么 红方还是 嗯 陈地炮 这是红方唯一可以这个 支持他抗衡的 这么一个点了 如果这边做不出棋了 这个棋可能真的就 完了 嗯 黑方 不像 嗯 把摄像都补好 对 红方这个棋 如果先沉这个 去把新增底棋呢 他可以抛一平四番 这个 对 棋挡住 挡住你就没有点像眼的棋了 那这个棋呢 就是红方呢 这两个棋呢 只能过去一个棋 嗯 我们也再次看到 黑方这个弹子炮 作为 攻守先备 防御的时候 这种作为 因为他说 他是攻守先备 手 他是能够拦 对 攻呢 待会他配合操马 对啊 随时擂个都有打僵 红方先点这个棋 聚勒进棋 嗯 这个棋 你千万不要炮就停 随手 那你这个走了 等于是他还可以下 等于白走 对 聚勒进棋 你走就要杀 你等于白走 因为这个陈景区是杀招 嗯 那红方呢 既然这个局已经下来了 挡不住了 他就挡这个局 他走炮 那你看这两个炮的作用 就体现了 循生呢 确实这个 攻击呢 非常的扎实 啊 那他这个地方 我们差了一个次序 没有摆到 嗯 就是他不像的时候 他没有先一点 他先走了一个马三进 那他先马三进 他G6平五 他G6平五 他这时候下 把这马扣死 扣死 因为这马已经死了 嗯 对 这个地方呢 就是红方这个马 感觉还是应该回来 嗯 以后边上跳跳 这回来呢 还不丢 就尽管红方也是很落后 但是保留这个马 总是好的 还是对全局来讲 总是好的 你这句说的很特别 总是好的 那个 而且以后这个马二进一 就边马一采菊 先手之后 就防住了这个卧槽马 炮也许还能借上力 这个交换这个骑啊 这个马彻底被捉死了 对 这样就 这个就没有 没意义了 就等于红方 像这个鸭大宝一样 就这个 这边出不了骑 这个骑就意味着 要失败了 对 黑方炮一瓶二 挡住 嗯 挡住呢 红方这个局必须要过去 怎么过呢 他也没看出好办法 就这样 吃冰 打瓶鸡吃 当然黑方 走炮二瓶三呢 也可以继续阻挡 但黑方呢 走得更加的积极 他走炮九瓶一打 对 这个骑呢 最主要就是 红方如果吃相的时候呢 吃相不是杀这个骑 黑方就会打掉你了 我们俩看 你拘一向回抽僵的时候 以后这个骑它都可以 炮突然定上 二楼炮它可以 向回一撤 就可以解掉这个 底炮的这个 解杀 所以 所以说 黑方那炮的推移呢 是一个绝对先手 红方必须呢 拘要向回走 被迫的后撤 应该说双方较量到这儿呢 胜负已分了 对 因为红方这个时候 等于是绕来绕去 一直都没走出旗来 等于白走了 而且这个马又被活活的捉死了 是啊 从这个骑区上来看呢 黑方呢 在近乎完美的招法下呢 取得胜利呢 也是呢 清理之中的了 对 就像你刚才说了 我觉得这个马 还是马三推二忍一个 就是我先留着这个马 肯定要回来 对 往这儿呢 是死一条 送死了 对 这里呢 尽管委屈 但是还保留这个 就是我这个子还在 是啊 保留一个革命的火种 将来呢 不行呢 反正就在这忍着 对 那你这区将来离开这条线呢 还有可能把这个马对走 对 而且他也有防守的作用 就是马尔金一走到了 还能防御 走到这个位置 应该说 同方还具有一定的防御能力 对 这个其实还能坚持 但是走到这儿呢 这个其实礼拜礼 就等于送死了吗 这个地方 所以 这个可见呢 双方在较量的时候呢 这个桃明这个信心呢 也是受到了徐英雄 我估计这个时候 肯定桃明这种局面下 肯定就是 包括这种沉底炮 边线做旗的这种招法 也就是孤注一致 再有可能时间 也不是特别够用 桃明这个旗手 应该说也是非有 非常具有传奇色彩 嗯 他在这个九十年代 或者说九零年吧 嗯 异军突取 以这个 陆林好汉的 这个身份的参加 全国个人紧张赛呢 在杭州这个钢铁 90年 90年在杭冈 对 一举夺得了这个第五名 被誉为当年的黑马 对 然后之后几年呢 并没有过多的好名次 但是在1994年呢 更是让旗舰呢 产生了 比较大的这个地震一样 一举夺得了这个 戈尔赛这个冠军 也是成为 成为了这个 国内的这个 超预留的好手之一 之后呢 也在五阳杯啊 还有这个 毕吉林啊 等等一些大赛上呢 获得了比较好的 这个成绩啊 嗯 成为了这个 很多这个 业余棋手 崇拜的这个偶像 很多的这个 业余棋手呢 都像做梦一样 就是说的梦想呢 这个成为 淘湾名士的这种人物 通过自己的 这个勤奋努力 再加上这种 天资的聪颖呢 来夺得这种 骄人的成绩 在专业 棋手横行的 这个 像其领域啊 有赵一 骑手的领域当中呢 杀出一条血路 对 有赵一 那么现在陆林 佛汉呢 陶宏明是比较突出的一位 后来的 棋手可能 搅好了有 周一红 算完全业余的出身 还有这个金波呀 金松啊 景学艺 景学艺 这个等等 也有很多这个 好手呢 比较突出 后来有的棋手也聊 就是说这个 像其的业余 怎么这么厉害呢 好了我跟他们说 我说这个像其啊 是一个有很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特色的体育项目 他并没有区分这个业余跟专业的 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 他并没有 或者说专业棋手并没有给业余棋手一个很高的门台 对 没给他们设置账 比如说这个围棋 他要是想进入专业圈呢 必须要在十五六岁左右 要打进这个专业段位 你才能够成为职业企业 打不上这个专业段位呀 可能与这个围甲呀 与这个围棋个人赛这些 甚至世界大赛 可能几乎就无缘了 对 或者说要是再有缘 也是很艰难的道路了 那么像其呢 个人赛 包括全国这些团体赛 团体赛 等级赛 甲基联赛 甲基联赛 全部向业余棋开放 这些棋手们 也给他们创造很多的条件 对 这样多了一些交流的机会 肯定水平也是互助相长 那这个下到这儿 红方是竭尽全力进行反扑 但是这个棋局呢 确实呢 没有 他车略退下 车略退下救机 黑方走 然后再比机 那么 这个等于 双军马也是双军马 足加上这个炮 可能都可以连攻了 那红方的这个城池 城池也是岌岌口碑 这个五阳碑呢 确实也是 非常的好 它持续了 二十八 二十八戒 二十八戒 也就是说 接近二十九个年 我觉得不知道 因为我们没有统计 不知道是不是目前 国内就是体育赛 是这个冠名最长的 一个项目 不见得最长 反正也是前三位了 因为确实是很长 还没有说哪个杯赛 继续了二十八年 这非常罕见 因为没有具体统计过 反正确实是 这个数字很长了 巨五平二 红方 桌 那红方也做了 最后的努力 那么桌以后 也是有一个 这个杀像的杀手 黑方呢 还要小心一点 因为红方 还保留一些杀手 对 这个棋呢 当然 红方杀像来不及 因为黑方 卧位僵以后 他捐尽 这个基本上是连杀 连杀 不连杀呢 反正也差不太多 包括这个棋 还有这种 吃炮来不及了 因为这边 可能还有这种杀 吃炮 他就 马一将 拘底线一将 你只能 骑象了 杀一将 送一将 拘尽一将 拘点一将 连杀 连杀 红方这个棋 也很无奈 最后他 退了一个像 退期 飞方 这个棋走得也很巧 他泡就急 这个蛋子泡又回来了 对 他看到实际成熟 他把这个像 气掉 那红帽只能吃 吃掉呢 那么黑方 马六进去一将 红帽只能出帅 黑方泡 这个泡又接上力了 就是如果你拘尽机吃的话呢 他可以泡起瓶子打过来 仍然是 叫杀 杀华明呢 走到这儿呢 确实无可奈何了 那么最终呢 许云川呢 捍卫了这个杨成的荣誉 碰得了 碰得了五阳碑 那么也可以说呢 五阳碑呢 汇催了国内呢 所有的一流高手 那起先呢 是最早是 胡如华 杨冠林 柳大华呢 都分别夺得过这个五阳碑 后来吕欣 李来群 柳大华 柳大华肯定得过 那最早呢 就是就是 柳大华 胡如华 杨冠林三个人的战斗 后来逐步呢 这个增多了 有了一些新的冠军 对 李来群啊 这个吕欣呢 后来赵欧荣啊 都逐步加入 那后来呢 这个包括 赵欧荣跟洪志呢 他们也分别呢 夺得了一届的 吴阳碑的冠军 应该说 吴阳碑也造就了 众多的这个高手 那也希望呢 我们看到更多的 吴阳碑这样的 这个高手的对局 精彩的对局 那好 感谢各位 喜友收看吴阳碑的节目 欢迎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好 朋友们再见